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 各位嘉宾 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2017年澳门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新领导师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二十年来无私望我 致力弘扬人间大成佛法 促进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卢君洪台长以居士之身 妙法应激点化因缘 以慈悲之怀心包太虚 普度有缘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和平之光普照大千世界 心灵法门令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学佛修心改变命运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家庭和睦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君洪台长也被誉为 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 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浪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 并履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 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西安娜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并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多次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与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殊胜佛园成就了今日澳门的相聚 近年来心灵法门令中华文化与佛教精髓传遍澳门大地 普利社会名声 在殊胜的新加坡法会结束之后 卢君洪台长慈悲心系澳门佛友 风尘仆仆来到澳门这方宝地 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普照有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澳门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 今天法会的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邮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卢君洪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还有一位同修与我们分享他的学佛心得体会 最后卢台长将会为我们现场看图腾解答问题 请大家事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请到台前准备 恭请卢台长看图腾的时候 如果您询问的是在世的人 请您告知卢台长他的生肖以及出生年份 如果您询问的是过世的亡人 请您告知卢台长亡人的姓名以及准确的写法 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代会分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他十五种顽疾不要而喻 多项指标恢复正常 心灵法门会责众生 立国立民 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是要事 解开人心的锁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鲁台长 各位法师 世界各地的佛佑们 结详 我是上海服装业退休居家学习 心灵法门的佛弟子 三年多的学佛修心的经历 坚信又充满法喜 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是恩师鲁中宏台长的心灵法门 引领我化解了憎恨心 抛掉人间一切烦恼 让我身心多病 转化为身心健康 真是法喜充满 今天向佛菩萨恩师 佛友们分享我学佛的体会 愿天下更多的朋友们 一起学佛念经 改变命运 第一 图腾领境门 三年前的一天 我有幸接远到 两本心灵法门的书籍 当时的我 眼睛因为病变 已经三年 看不清书和报纸 势力接近自忙 可喜的是 当我翻开书本 居然看得清 并感到书中的气惨 我讲这两本书 连续看了三遍 开启了我的佛缘 从一个无神认者 开始了念经 许愿 放生 操送小房子 修心修心 学佛之路 我惭愧 自己累世的 虐脏深重 浑身多病 绝大多数是 医院里无法医治的病 特别是 我的肺部的 肿瘤指标 接近肺癌 白色的 粘稠的痰 吐不尽 严重到 喝水后 才能继续念经 我坚信 观世音菩萨的 心灵法门 能救我 于是 先后放生 解烧送了 78张 加108张 小房子 之后 的体检检验 肺部指标 恢复正常了 其界 是观世音菩萨的 心灵法门 在末发时期 救度 自身 众生之法宝 让我们普通的人 在家里 也能超度还债 消灭障 三年来 我不断地 加强功课 开智慧 用2500张小房子 超度冤亲债主 每个月放生 捐功德款 印佛书 并许愿吃全数 2016年 在新加坡 拜师 成为 鲁军 台长的 恩师的弟子 第二 超度 英灵 慈悲生 以前 无知 于吃 我曾将 第二胎的 孩子 大调 最过 是心灵法门的书 让我 或是 流产的孩子 没出去 真的在 妈妈的 颈部 腰部 以往的 庙里的 正能和法师 们都知道 英灵 无法超度 心灵法门 使观世音菩萨 在末法时期 普度众生 解决人心灵问题的 正法 妙法 我应用三大法宝 超度英灵 努力着各个成功 我先后用24张小房子 让英灵 得到 重新 投胎 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师父 有人会问 凭什么 可以 震慑 超度 成功 我的回答是 第一 短门 提示 孩子 被人抱着 来告别 第二 我三十多年 严重的颈椎 腰椎突出 和乳方腾 没有看过病 随着超度 英灵 后 消除了 无数学习 心灵法门的妈妈们 和我一样 多有证悟 第三 心灵 是所 法门 是钥匙 我们学 心灵 法门 除念经 放生 许愿外 还要认真 学习 白发佛法 提高 学佛的境界 高深的佛理 师父 用生活的语言 和热唱 生活中 浅显的 例子 来讲解 佛学的理论 师父教我们 读白发佛法 是能接通宇宙间佛菩萨的器材 开启智慧 白发佛法 是金钥匙 打开了我心灵的锁 使我破米开悟 读白发佛法 我克服严重的白内障 和势力差的困难 每天坚持学习白发佛法 现在已经读了两遍 一到九册的白发佛法 第三遍 开始做摘要和谐感悟 感恩师父 在引领我 边看边悟 明佛理 白发佛法的能量的加持 及念经 许愿 放生 三大法宝的应允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 我除了伤眼网证正常外 冠心病 高血压 颈椎和腰椎病 肿瘤指标 肺部的肿瘤指标 恢复正常 白内障 解肝病等食物中完整 一一消除 白发佛法 佛理 明信见物 慈悲一声 我从心地里发出一声 观世音菩萨是大一王 鲁台长是大一王 就能解心所 天地之大 这么多的病 有哪家医院 可以在短短的 两年不到的时间里 让这么多的病魔 离我而去 不可思议的奇迹啊 四佛法 两千五百多年的精髓 末法时期 观世音菩萨 无量慈悲 救度终生的正法 妙法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创造了人间 无数的奇迹 无数的奇迹 立国 立民 立终生 几十年的冰桶 我没落过泪 但是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的 无量慈悲 让我无数次的 内奔 无尽的感恩啊 恩师 鲁台长 洛森下坊 为了终生能 离苦得乐 他的无我付出 让我们能够 听闻佛法 师父 我们爱你 土耳一顶紧跟师父 鸿发立身 净化心灵 离苦得乐 超脱烦恼 消除涅障 还清冤债 广度有缘 共登结落 共犯私胜 作愿大家 学佛精进 身体健康 法喜充满 何家幸福安康 感恩无量慈悲的 观世音菩萨母和上 感恩释放上师祝福菩萨 感恩师鲁军红台长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 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南的傅凤安同修与我们分享 多年求子不孕的父同修 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 菩萨保佑如愿以偿 现在四岁的女儿会拜佛念经 令人赞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鲁军红台长 感恩诸佛菩萨 及农天护法 感恩法会的所有义工们和佛友们 休息心灵法门之前 我已是35岁高龄 却还没有孩子 那使得我痛苦不堪 为了求子 我去过很多家大大小小的医院 反复地看医生 做检查 吃药 每个医生检查 总会有问题 用药一段时间后再复查 或者再换一家医院 还是一样的程序 和一样的检查 还做过多次 连续几个月的排卵监测 听候医生的布置 一直处于紧张心态中 每个月快到经济时 紧张到快要崩溃 但还是每次都归于失望 2010年10月 我有缘接触到心灵法门 并开始念经做功课 刚开始念经时 求子急切 我给自己定很大量的功课 每天大悲咒四十九遍 礼佛大仓悔文七遍 并许愿终生吃全素 2011年2月 我在家里设了佛台 每天有空就在佛台前念经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 中午也不在午休 晚上也是几时间念经 一天差不多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念经 随着听台长节目 看台长博客 慢慢心态平和了一些 不那么紧张和急切 脾气也不那么急躁了 也能放下一些不好的情绪了 每天所想所做 全是念经修行 内心祥和 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可能男友孩子 我那时想 即使我求不来孩子 我也不会放弃修行心灵法门 我一定会努力弘扬这么好的法门 每次看到同修们 并避避的反馈 特别是求止成功的例子 我更坚定信心 相信台长 相信菩萨 台长在节目里经常说 别人都好了 不可能到你这里不灵 我坚信 只要我精进修行 菩萨会慈悲我 我会有孩子的 我按照台长的开示 念经放生许愿 许愿培养孩子 从小拜佛念经 学习佛法 带着孩子一起 跟随台长修行心灵法门 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许愿怀孕之后 现身说法 告诉所有熟悉我的人 让更多的人知道奴台长 让更多的人相信菩萨 引导有缘人念经修行 2012年香港法会期间 4月29日 拜师区 虽然我看不见菩萨 但我相信整个会场 有很多的菩萨和护法 我在拜师等待时间 许愿念经 求观世音菩萨慈悲 送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 发会回来后 我梦到台长的弟子 再发放台长看图腾的结果 发给我时 一年是我下个月怀孕 结果到了6月份 我真的就怀孕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我根本没有去看医生 没有去医院治疗 检查 没有用药 只是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这样的情况下 我竟然怀孕了 我当时激动万分 真的不敢相信 我竟然跟观世音菩萨妈妈求到了 万分感恩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 感恩所有帮助我 关心我的同修师兄们 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 妈妈原来想要个宝宝 一直没有 妈妈很痛苦 使师父教我怎么样 念经拜佛求菩萨 是菩萨把宝宝送到了妈妈这里 我们要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有时候我夸他 他会说 你要感恩菩萨 送给你这么好的宝宝 今天我带着我的孩子 一起来分享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现在孩子四岁了 会被心经和一些小咒 有时会跟着我拜佛 支持我念经 放生 弘法 希望我的孩子 希望我和孩子的分享 能带给那些不相信的人 一些希望 希望和我一样 求知心切的人 能够听到我的分享 开始 相信菩萨 念经修行 圆满所求 我相信 只要我们诚心去做 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有求必应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沙 感恩大慈大悲 卢君洪师父 感恩同兄们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爷爷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朱小萌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不仅让他放下仇恨 化解妇女冤结 而且事业顺利 心灵法门重建美好心灵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尊敬的法师 义工佛友们 大家好 我叫朱小萌 来自中国北京 小时候由于父母关系不好 我和妈妈经常受人欺负 妈妈为了我 只能眼泪往肚子里咽 委屈求全 这让我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盼望眨大以后能做一个女侠 劫富济贫 惩恶扬 扬扬扬 高考时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专业 我要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保护妈妈 保护所有被欺负的弱小 2008年 父亲被诊断出脑部巨大动脉瘤 病例罕见 危及生命 当时我正在国外读书 马上就要进行论文答辩 为了不影响我学习 妈妈顶住巨大的压力 独自照顾重病的爸爸 但是这一切遭到了姑姑一家人的强烈阻拦 他们趁爸爸一时不清醒之际 转移了全部财产 搬空了家里值钱的东西 甚至阻拦妈妈将爸爸送去医院 无奈之际 妈妈打电话叫我赶紧回国 就在回国的当天下午 爸爸已经丧失意识 完全昏迷了 第二天 我们将爸爸送入医院 紧急进行开颅手术 手术风险极高 医生要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说人已经走了一半了 手术进行了七个小时 由于那时还不知道心灵法门 我和妈妈就在手术室外 念了七个小时的阿弥陀佛圣号 感恩菩萨慈悲 手术非常成功 第二天爸爸就苏醒了 醒来后第一句话竟然是 去烧高香 是阿弥陀佛救了我 手术后 爸爸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但他并没有如我和妈妈所希望 认清事实 分清是非 反而倒打一耙 说我和妈妈冤枉姑姑一家 让我向姑姑道歉 否则就起诉我 这一切让我对父亲失望至极 一个人 怎能如此黑白不分 是非不变 我下决心与父亲断绝关系 那一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我疯狂地憎恨父亲 恨他颠倒黑白 是分不分 我恨妈妈将我生在这种家庭 让我面对如此丑陋的人性 我更恨姑姑一家 恨他们建材起义 甚至动过杀念 憎恨的同时 我又非常挂念父母的身体 想念他们 却又害怕面对他们 这种又害又恩的心情 将我折磨得痛苦不堪 好几次晕倒在路边 2010年春节 我回到中国 可是与父亲的关系 却更加激化 妈妈向我提起了卢台长 并给了我几本书和光盘 我越看越入迷 越听越起劲 几天就把师父的节目录音 听了个遍 很快 我又打通了图腾电话 当天开始正式念经 做功课 从此 我的学佛之路走上了正轨 人生也开始了新的一页 在师父的讲解下 我懂得了 世间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我开始试着用佛法 佛理 去重新看待世间的 真善与丑恶 慢慢地 心中的恨意逐渐消散 我不再逼爸爸给我一个公道 也不再提起当年的事 尽量多陪伴她 多尽孝 她也越来越依赖我 信任我 父女关系越来越融洽 现在爸爸不但不反对我 学佛念经 还支持我和妈妈参加法会 放生 不吃活的海鲜 尽量多吃素 几次住院手术都化险为夷 侠女虽能劫富济贫 逞恶扬 却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法律虽能惩治恶行 却不能改变人民的恶念 做到防患于未然 唯有佛法的大智慧 能圆融地化解矛盾 修正我们的心灵 指导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由内而外地健康快乐 自在发喜 通过学佛念经 我的工作和身体 也有了很大转变 回国后 我顺利进入一家知名央企 工作非常忙 应酬多 学佛一度停滞 2014年 我下决心辞去工作 专心在家学佛弘法 感恩菩萨加持 辞职后 好工作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待遇优厚 时间灵活 甚至还能参加法会 几个同事在我的影响下 已经开始吃素念经了 许愿吃全素后 我的皮肤过敏好了很多 每月必饭的口腔溃疡 再也没犯过 多年的慢性咽咽也好了 现在的我 没有了仇恨 没有了对名利的追求 每天生活的 简单而快乐 佛法 博大精深 它不是一门学科 而是一切学科的总集 是一种良善的 伟大的社会教育 在这个分杂焦躁的时代 佛法 以一种平静深刻的目光 以一种宁静致远的情怀 以一种博大精深的学识 来洞察这个世界 引导云云众生 建立一种健康正确 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和宇宙观 佛法 以一种大智 大勇 大慈 大悲 的人者之心 面对整个社会人生 让众生 离苦得乐 获得解脱 学佛 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世界观 让我看得清 想得通 放得下 活得轻松自在 心灵法门 打开我心灵的枷锁 让我放下仇恨 找回自我 重建美好心灵 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卢金红台长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天津的 郑宝兰同修 与我们分享 生患癌症晚期 医院想放弃治疗 冰临绝望之际 有幸得益心灵法门 观世音菩萨 和卢台长 多次加持久度 从生死一线 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 感恩无我利他舍命救度众生的恩师 楼金红台长 感恩来自世界的法师们 感恩帮助过我的佛友家人们 我修习心灵法门六年 今天我在这里用自己亲生经历 来见证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菩萨妈妈闻生救苦 台长师父 慈悲救度 让我从生死一线 从获新生 2010年3月份 因异常感冒 查出我得了甲状腺癌 那年正是我49岁的关节 接到医院的诊断 我整个人崩溃了 2010年4月份 在家人的陪伴下 我办理了住院 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很顺利 那时突然想要学佛 就在医院里 听念佛记 看经书 那段时间 病情比较稳定 但是那时候 只知道念经 不明白学佛念经的 真正意义和因果 只是有求于佛菩萨 信愿行 只是在一个信字 2011年12月份 病症复发 我和家人 找到了天津总流医院 投静科 最权威的专家 请求再次手术 专家接过报告 化验结果 病例 看完后说 你这个已经到了 中晚期 不适合做手术了 因为里面都是疤 打开以后 看不出病灶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 我和家人最后 选择了放疗方案 尽管放疗科主任说 放疗对你 尽管放疗科主任说 放疗对我已经无济于事 医院也让家人 对我不要抱有任何希望 但是在我的坚持下 从2013年2月16日 到3月27日 我一共做了34次放疗 放疗结束后 癌细胞值在6.0以上 那时候我全身无力 极为虚弱 这样的身体状况 一直持续到6月份 一天早上 我家亲戚给我送来了 心灵法门的入门手册 念诵合计 还有小房子 还有一张光盘 告诉我说 大姐你有救了 听到这话 人精神了许多 也似乎看到了希望 亲戚刚下楼 我就迫不及待 播放光盘 看看是什么神药 从早饭后 我开始看师父法会光盘 一直看到下午两点多 我被师父慈悲幽默的开示 深深吸引 师父精彩的看图腾 让我坚信了英国 几个小时的光盘 一直有一股巨浪般的温暖 拥用我的体内 感觉身体非常舒适 我欣喜自己 这回真的是有救了 我坚定了 学佛的信心与决心 转天我就开始念功课 念小房子 刚念功课和小房子 没有几天 就梦到大口土黑器 消夜账 还有新鲜的果子 而且梦见师父好多次 我醒来知道 这是菩萨妈妈和台长师父 在救我了 师父开示过 人有诚心 佛有感应 观世音菩萨妈妈说过 孩子呼唤妈妈 妈妈听得到 感恩菩萨慈悲 感恩护法菩萨 2012年7月份的一天 台长慈悲帮我看了图腾 先念187章小房子 我得到了师父的开示后 从早到晚 除了吃饭 就是念经 虽然放疗后的后遗症 口干舌燥 难以张嘴的痛苦 一直陪伴着我 但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持 更要坚强 才会有希望 摆脱病痛 战胜病魔 9月初我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化验癌细胞值 0.14 比正常值还低 左措肾上腺结结 必抄 看不见了 主任问我 你吃了什么药 我说什么药也没吃 我学佛了 我修心灵法门了 我把心灵法门 介绍给了主任 2012年10月份 我幸运地打通了师父的图腾电话 师父让我吃悬素 坚持念小房子 每21章一波不能停 师父慈悲指出我的缺点 听到师父的声音 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是忏悔的泪 是感恩的泪 师父指出我的缺点都很对 我嘴巴很厉害 从不摇人 骂街造下很多口液 我真诚地跪在佛台前 跟菩萨妈妈忏悔 求得菩萨妈妈的原谅 我会好好改毛病 跟师父通过电话后 我努力加紧念经文组合 小房子 同时家人陪我大量放生 前后大约放生了五万余条鱼 当2012年12月份 我再次去做复查 癌细胞值只有0.01 我拿着结果气不成声 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慈悲的台长师父 我从获新生了 至今我的细胞指标 一切正常 满怀无尽的感恩 2013年6月份 我又顺利在香港法会拜师 正式成为师父弟子 在拜师的那一刻 近距离地看到了师父 师父慈悲融化了我的心 师父为众生而求 又用生命来度化众生 师父太累了 那一刻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绝不再给师父打电话 求加持了 自己以前 总想给师父打电话 求加持 是多么自私啊 自己好好运用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来宵夜还债吧 2014年 2015年 我都参加香港法会 受到了菩萨加持 宵夜很多 2016年 参加新加坡法会 同修们看到我的身体 比原来更是大不相同了 万分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祝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 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愿更多的 有缘人 能伸出您的手 菩萨妈妈 台掌师父 不离不弃我们这些众生 请您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缘分 珍惜 切珍惜 这殊胜就是法门 心灵法门 弟子今天跟随观世音菩萨 好好修心修行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生命不息 学佛不止 生命不息 度人不止 再次感恩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 舍命救度众生的恩师 卢君洪台掌 感恩来自全世界的法师们 感恩帮助过我的佛友家人们 感恩大家聆听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河南的王盈平同修与我们分享 身患牛皮险十多年 深受折磨的王同修 在休息心灵法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牛皮险彻底痊愈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让我们掌声欢迎 心灵法门治愈我十几年的皮肤病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大慈大悲恩师 卢君洪台掌 感恩祝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法会的所有义工和同修 我来自中国河南 今年二十岁 我患有牛皮险十多年了 父母为了我的病操碎了心 只要听说 哪里能治好这种皮肤病 就带我去看 偏方正规医院都看过 吃西药中药从不间断 我已经记不清我喝了多少药 去过多少次医院看病 但不管是哪种治疗 效果都不理想 而且一旦停药 皮肤病就会比以往更严重 从患上这种病到现在 我每次怀揣着希望 期待医生能够治好我 让我免受痛苦 可是每次都是沉重的失望 不管哪次去医院 医生都会摇头 说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治好这种顽固的皮肤病 从开始治疗到现在 我从未停止过外服的药 2014年 我在郑州一家专门治疗皮肤病的医院 接受治疗 喝中药涂药膏 本以为病情会改善 谁知道我的皮肤病 比医王还要严重 从点状转换成片状 浑身都痒 一碰就流血 衣服上都是血迹 我开始后悔 开始绝望 就把药停了 就这样 每天晚上睡觉前 床铺是很干净的 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 床铺上全是身上掉下的皮 后背的衣服 粘在身上 全是坏处流下的血迹 每天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 心里和身体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那个时候就在想 可能我这辈子就要这样痛苦地活着了 幸运的是 有菩萨妈妈的指引 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2016年的5月份 我接到妈妈的电话 她说她在一位同修家里帮忙一起设佛台 在拜过观世音菩萨后 腰部疼了 回家后身体好了很多 多次打电话给我讲心灵法门的灵验 劝我相信菩萨 相信心灵法门 妈妈说 她开始念经和念小房子 给她的药经之后 现在身体很好 妈妈说 妈妈还劝说我 陪她一起去参加 7月份香港法会 她说 是菩萨妈妈把她的腰治好了 菩萨妈妈也一定会治好我的病的 因为我是无神论者 一直不相信世上有神的存在 妈妈的灵验事迹 我总是愚痴地认为 不是真实的 这怎么可能呢 妈妈的腰一直都是需要按摩的 怎么可能会拜过菩萨之后 就会不疼了呢 也太神奇了吧 我抱着去旅游的心思 答应妈妈一起去香港 带着怀疑的心思 去了法会 到了香港后 晚上洗洗澡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 我像往常一样整理床单时 猛然发现沙发上没有掉皮 赶紧看身上 发现身上好多地方都不掉皮了 也不痒了 也不流血了 这时我真实的感觉到 是有菩萨的存在的 我知道这是菩萨妈妈显灵在救我 我热泪盈眶 长达13年的皮肤病 终于有救了 感恩大死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死大悲的恩师卢君洪台长 是菩萨和师父的加持 我的病才好得这么快 在法会上蒙菩萨慈悲 让我有幸看到菩萨 让我知道这个世上 真的是有菩萨的存在的 我知道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的愚痴 我诚心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 救救可怜的我 我在法会的第三天 把身上的好转照了下来 在法会上 我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终生之全素 永不杀生 回家后 我开始念诵小房子 念诵了十几张左右 烧送给我的药精者 放生了150条鱼后 我的皮肤病又有了很大的好转 感恩大死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让我今生有幸接触到心灵法门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我可以穿短袖 穿裙子了 这一切 都是菩萨妈妈的加持和保佑 因为我皮肤病的痊愈 我们一家四口 现在全部走进心灵法门 全家吃全素 也度了好多人 我们一家度人 放生念经全部都做到了 感恩大死大悲 观世音菩萨妈妈 在此 我再一次感恩大死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大死大悲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主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各位师兄 我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 诸佛菩萨 慈悲原谅 感恩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董佑芳同修 与我们分享 住宅 住宅区遭遇严重火灾 许多房屋均被烧毁 无以幸免 而唯独修习心灵法门的董东邱家中 完好无损 令人称奇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死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祝福菩萨 感恩龙天父法 感恩鲁君洪台长师父 我从2014年 开始在家人的引导下 接触了心灵法门的 并且在大致大悲 旧故旧男观世音菩萨妈妈 大致大悲 鲁君洪台长的感召下 与2015年1月 在马来西亚槟城法会拜师 从此真正加入了 心灵法门的大家庭 每天除了做好功课外 还坚持念诵 三到四张小房子 以尽快地消除 近世的业障 争取一事修成 脱离六道 在此 感恩大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祝福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鲁君洪台长师父 各位心灵法门的师兄 有喜欢看报 看新闻的可能记得 发生在2015年2月4日上海的老师们老师居民楼起火 亦能遇难的事件 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家居住的石窟门单元 今天我就以事件亲生者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一下事情的经过和本人的感想 我家居住在上海老师们的一厨石窟门 分为西厢房两层 东厢房两层 亭子间 客堂间 前楼和后楼 分后厢房两层 里面一共居住的八富人家 共三十多人 我家位于东厢房底层 二月四日清晨 睡梦中的我 被外面爽爽的声音吵醒 恍惚中 有意中异样的感觉 别腔中隐隐的意识交互味 加上映如映醒的 着火了的宣泄声 让人不觉一下子清醒了 积极地从阁楼上爬下来 窗外 直上云霄的大火 灯是映如眼帘 全家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都聚集在窗前 看着五六面圆的亭子间火光冲天 我还拿着手机拍着照片 此时的大火已经冒到了 西乡房二楼一米两米以上的高空中 直到消防人员冲进我家 对我们大喊 着火了 你们还不跑 在这里看什么风景 如梦出醒的全家 才一起撤出了火场 而此时的石窟门内外 已经满是消防战士在救火了 居民们惊恐万分地站在远处 人群嘈杂 无奈地看着大火 训练 束手无策 却又带着一时无名的兴奋 我们全家撤出来后 加入了人群 但是我的内心坚定地相信 伏法的力量 心情却并没有那么多波然起伏 一边有一搭没搭地听着 听着邻居们的交谈 一边默默地念着大悲咒 起情大刹被救苦救难关心 保佑灵力众生 保佑消防人员的生命安全 保佑全家顺利度过吃难 眼前的大火越来越烈 突然一声巨响 在四五条水珠中间 一位消防战士一脚 踩断了被大火烧空的房梁 重重地从楼顶摔落地下 人群发出了一针筋腹 但是转色间 这名钻石却从火场中 安然无恙地跑了出来 菩萨的力量显灵了 我心中默默感恩大慈大悲观心菩萨 是菩萨的力量 拯救了这位消防队员的生命 大约两个小时后 大火被泼灭了 整个石窟门已经被烧得面目全废 四处一片被烧焦的木头 和被烧穿的楼板 地下已经是一片汪洋大海 等到借水慢慢消退后 大家心急火燎地各自跑回家里 查看损失 我们也回到了家了 然后此事引入眼睛的 却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一幕 家里一切如旧 离我们离开前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没有被水浇过的地方 室内地上的干燥和门槛外面的水流 形成了一种强力的世界冲击对比 无论我们全家还是站在我们生活的邻居 都有一种清零梦境般的感觉 届使我内心坚信佛菩萨会保佑 此事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情形 和大家一起在发认 突然寿后的邻居说了一声 看哪幸福的真的会被菩萨富有的 我才如梦促行 伤手和舍感恩大大悲 救呼救难关心菩萨 那些原先周边不理解的眼光 这个时候奇迹地变成了一种羡慕的眼光 在这次火灾中 没有被大火影响到的只有我家 其他祝福无意信免 过后的几天 我和我家依然成了邻居们的热点新闻 菩萨的力量成为了一页热池 我也在家人的交流中间思考着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家成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什么可以解释这种被大家誉为不可示意 被科学成为巧合的某种奇迹呢 历史有的时候充满巧合 千代乾隆耿之年间 北平 桌鞋街发生了大火 焚毁了房窝 达数百余众 余动之多 死伤的重鸣 数亿千计 一时大酷小寒 情景结尾稀惨 至于省市的财产 更无法顾忌 可是在这场大火中 也发生了一件不可示意的事件 就是在火灾的断壁残痕之中 今有一件破窝 微软渡成 未被火闻 这一件幸运的破窝中 住着什么人呢 为什么能单独必去火灾呢 据人们这样说 破窝里竟住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婆婆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寡妇 他们婆媳两人 相依为命 这位年轻的寡妇 因为婆婆久兵卧床 需要她乐业康复 赴侍奉汤药 因此她失省了自己的青春 年复一年 她失心耐烦地康复着病姑 口舞怨言 面舞怨色 在这一场大火灾中 当熊熊的火焰燃烧到他们邻居时 忽然风势转变了方向 故火焰没有拦截他们的房屋 孝熙首富 病故的行星 孝心感动了菩萨 因而菩萨保佑他们灭了火灾 而现实生活中的我 隔禁直守地孝敬自己的公婆 每星期还坚持为自己 卧病在床的母亲洗澡 同时在巨委理隆里担任着 敬老院的工作 其实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因果啊 不知道心灵法门 不念小房子笑出孽庄 不懂得极力孝轻 不坚持孝顺父母 怎么会得到大慈大悲 救福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的妇佑呢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念什么经 消什么念 以上是我的感想和分享 感谢各位师兄耐心听完 感谢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宏台长 感恩自畏 感恩自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